這個其實在去年用盤就開始買了 那之後塑膠袋要用什麼去取代? 要用買的啦 對啊 就不准工提供了 都買到了嗎? 貨品的 where you are 你的貨品是由貨品有側供的錢 是由貨品有根的 這就是貨品的貨品 用貨品的貨品 的貨品是好 一種的貨品 然後就開始 比較好 差票 再喝一下 這樣 好 擴大接觸是我們新政界館7個行業 包括我們的藥妝店、美妝店、三層 還有藥店、麵包店、洗衣店等等 這邊是開始時的第一天 那我們黃寶局有到我們現場的集場 我們跟你們的黃寶局在金融通財集場 希望大家可以買配 那如果違反規定的話 我們第一次會開的一群保管 那在規定的圈寶期間之內 第二次在雨季查 如果有違反規定的話 我們也會選一切的道路 一群保管 先開始新增 我們有七大類 包括說像藥妝店、藥局 然後醫療器材行 包括像山西的賣場 然後還有這個 料店、麵包店、洗衣店 還有書籍跟文具店 這七大類 那今天開始 那麼不能免費集中 這個貨用都要帶 那如果說要集中的話 那必須要像消費者 要求付費 那我們今天 開始進行稽查 那我剛才所看的三家 那基本上都違規定 那如果說違反 我們這個 限制使用抓帶的規定的話 那第一次的話 我不會先欠他 然後第二次如果再查貨的話 我們就依規定罰來告拔 那儲基1200元以上 有6000元以下的罰款 它會累計嗎 因為我們財拔基準 是從1200到6000 所以會按他的行刑 如果第一次的話 大概是最低罰款 那按照他的這個 違規次數累計的話 那必要的時候 最重的話 可以按日聯罰 兩用袋的話 在台北市怎麼計價 就是一個多少期 從今天開始 台北市也增加兩袋合一的規定 那台北市的超商超市量販店 那麼所提供的購用抓帶的話 它最重要 能夠作為雙垃圾袋使用 那我們目前 也發售的是公版的環保兩用袋 那分為三種規格 那麼小型的話 每一個是一塊錢 那中型的話 一個是兩塊錢 大型的話 一個是五塊錢 那民眾 在這個超商超市量販店 取得這個環保兩用袋之後 那當然我們會宣導 大家盡量總共使用 那如果最終 沒有辦法再使用的話 那還是可以作為雙垃圾 再使用 那對消費者來講 付一次費 那取得兩個功能 那也可以減少一個數號袋 那是既經濟又環保 那如果是新北市的民眾在台北市 如果他取得是在台北市的環保兩用袋的話 那麼在新北市沒有辦法使用 那不過我們現在兩市是正在推 所謂共賣 那如果說在台北市的這個賣場 他認為有需要的話 那他也可以在售 新北市的環保兩用袋 那相對的在新北市的賣場 如果他們認為 很多台北市的消費者在那邊消費的話 他也可以來跟我們批貨 然後在新北市販賣台北市的環保兩用袋 那最終你可以由消費者來選擇說 他到底要購買哪一個市的這個環保兩用袋 那拿回去之後 可以作為這個專用都在使用 那也監討數號袋的使用量 所以共賣這件事情已經調確定了 共賣現在目前兩邊的公告都可以 那最終就取決那個 我們的這個超商超市量換店 看看他們的意願 他們有不賣 那這個地方 我們要來選擇